国际音乐节首度仪师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 为期三天 透过论坛交流 课程讲座聚焦音乐产业 活动的最后一天 邀请到国内外业界人士 解密游戏音乐及成音技术 现场也分析学生的作品给予指导 鼓励学生未来在相关产业上继续前进 透过镜头面对面 国际游戏音乐大师加里席曼 从萤幕跨海开讲 加里席曼大师音乐获奖无数 无论影视游戏都有他的足迹 透过讲座讲解游戏音乐 学生更奈来作品请大师给予指导 面对学生作品大方赞美 指出进步方向 学生听完受用无穷 听过大师讲解之后 比较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有时候会有个小片段 可能就只有一颗音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制造游戏那一段想要的那种效果 而不是就是一首歌 课程主持人同时也是 影视音乐作曲家蒋荣宗 以自身经验诠释游戏音乐灵魂 我觉得灵魂对于游戏音乐来讲 一定程度上要有一些记忆点 让玩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会让整个音乐烙印在他的脑袋当中 可能很多年以后想起这个游戏 他一定会想到他当年的那个时光 不藏私分享传承音乐精神 勉励学生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 除了大师级人物讲解游戏音乐 还有业界人士解密成音技术 台湾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它是一个东西方结合的一个环境 有很多我们原来传统华人的文化 它也有西方一些文化的协力 所以在音乐上开始有它很强烈的一个吸引的点 从声音原理成音概念 到制作流程实作演示 一步一步剖析声音秘密 我期许台湾是一个华语的音乐的孵化 跟制造的一个基地 国内业界人士国外知名大师 亲自讲解传授实战经验 揭开背后细节激荡音乐火花 记者梁家伟 王秀成 高雄采访报道